完成了 已經煮好了 這個煲仔菜打火鍋 看片之前記得點贊 分享 訂閱 按旁邊的小鈴鐺 什麼時候有片看就馬上看到 這些長少菜 我們叫黃合白 只有八角九 買一棵 要來做煲仔菜 八角九 黃合白 快閃做四天 五十五元兩包 每包平均二十七個半 這些是虎蝦 還可以的 不是小隻 買兩包這些虎蝦 你看這個雪櫃賣光了 這些是豬頸肉 我這包黑毛豬 三十一元而已 現在要來吃火鍋也好 這些是羊 三種口味 不知道是多少 三種口感 我要買這些 要去吃火鍋 或者做煲仔菜 三十一元而已 買一包這些 三十一 美國黑毛豬 買一盒 包胡絲 八蚊雞 這裡吃的菜 鴨血九蚊 我吃過了 要來做煲仔菜 二皮餃 三十六元一盒 一盒有多少 看一下 一盒有三百克 OK 買一盒回去 現在冷了 要來放進煲仔菜 打火鍋也可以 OK 我是月主願 大家好 這兩天天氣真的冷了 好像十幾二十年都沒有試過有四度五度 今早起床 昨天拍的影片還以為是七度 原來我們那裏只有四度 越夜就越冷 這兩天不是做了兩個煲仔菜 現在都是用這個新煲 這個五十六個多 真是值得用 都蠻好用的 用了兩次之後 都沒有花沒有架 好過以前的那些 甚麼甚麼城買那些 沒有裂沒有成的 這個OK 算了 運費八十幾元 大家看看這條影片 今天都要做煲仔菜 剛剛做了兩個 就是鳳爪排骨粉絲煲 還有一個 薯仔豆腐雞取煲 今天都做煲仔菜 不過就不用這個煲 今天做甚麼呢 今天就做 打火鍋的煲仔菜 又是煲仔菜 又是打火鍋 其實很簡單 我們的小家庭 其實告訴大家 例如我有羊腩煲 不過比較久 你看到 大家看看羊腩煲 不如做一些簡單 看見我買了很多東西 今天去維康 就買了這個 黃牙伯 好像是八個九 OK啦 大粒粒 很多時候都要買的 要做煲仔菜菜 看見蝦 什麼很便宜 五十五元兩包 做四天 這些苦蝦 好 就拿一包出來 剁蝦丸 很簡單 另外 你看到我去凍肉買了 嘩 現在凍肉 很多朋友 現在厲害了 都是買這些包裝的 就是打火鍋 肥牛沒有了 那些牛沒有了 這裡這個黑毛豬 還有幾包 三十一元 OK啦 買來打火鍋也可以 那間買了護士 八雞 八元雞 那就OK啦 接著呢 我就去買了一盒魚皮餃 以為打火鍋用的 其實就不是很多東西吃的 那我告訴大家 那我那時候就拍過一點 枝竹呢 我一買 買了一斤兩斤 一浸就浸了十幾十包 這條片 真的好用 現在我把它解掉 就要來做打火鍋 其實可以加豆腐的 不過這兩天都吃了豆腐 大家也看到 那自己又要準備一些辣椒 薑 還有芫荽 做湯底 喂 都不是太夠東西吃的 那我找一下 拿給大家看看 有些什麼在這裡 嘩 哇 小心點 小心點 飛去那邊 欸 拆了幾條這些香腸 這些魚蛋 即是雪櫃的清理 清理就是這樣 喂 蟹柳 清一清雪櫃 打火鍋就是這樣 哇 這些蟹柳 房蟹柳 現在這些時間就足夠了 對了 另外呢 就有兩粒這些 這些魚丸 這些是麥魚丸來的 哇 好大粒啊 另外 哇 整個炸燒賣 這裡 蒸來吃的 放幾粒 這個 這個 煙爐的配搭呢 就完美了 好簡單 先放進去 我今天呢 就是這樣 用這個 99元的鍋 大家都應該看過了 真是值得用 現在也是99元的 都值得的 又可以打火鍋 做煲仔菜 那isi 可惜 所以每次做煲仔菜 一邊打火鍋 簡單 現在 listeners 只 bize班 是 可以切ified 小心 ide 切平 看這一點 主要做煲仔 煲仔 要切開打火鍋 好簡單 剛剛那棵 我已經切好了 現在 ie 洗淨了 當然, 將硬身的鑽底 你要理解, 軟身的鑽底要慢慢 放多一點, 稍後一縮水就可以了 先把底部鑽底的鑽底 這些是頭部的硬身的鑽底 可以了, 再放多幾塊 然後這些, 待會就可以用來打火鍋 這些胡司八蚊雞, 先放進去 很快要吃 不要管它, 亂放都可以 然後, 枝竹 枝竹, 我自己剛才浸發了 要放進去, 要快快脆脆 OK了, 隨便 這個是... 魚皮餃, 魚皮餃一盒三十六元 大家都看到了, 現在我拿八隻出來 OK了, 要快手, 不要管它, 放在這裡 這些是我自己的雪櫃裡面的東西 魚蛋, 蟹柳, 燒賣, 麥魚丸 和這些台灣香腸, 就放進去 對了 這鍋這鍋, 大家看不看得到 多麒麗, 最主要 那我就... 切了幾塊薑片 薑片要放進去煲 才有味的, 多加一點 我大大快快, 要快快脆 OK, 接著呢 大家剛剛有沒有看到我 這個是一包這些蝦 我剁成這樣, 很簡單 一包是五十五元兩包 一包就是... 大約是... 五十五元, 二十七個半 這是二十七個半的 我們都放進去 這些因為很快吃 放在面上, 這樣就可以了 一個蝦丸, 大粒一點也不要緊 沒有所謂的, 我們這次就放在這裡 放進去之後呢 很簡單 我們還有一個... 這個... 黑毛豬片 還有魚皮餃 還有一些菜 簡單 其實我還會放兩個麵 那麵是什麼味的呢 其實你放什麼味就什麼味 比如你放辣椒 豆瓣醬就是辣椒味 冬蔭公就是冬蔭公味 但是呢, 我們這兩天吃了很多煲仔菜 不敢說是這麼濃烈 所以呢, 我們隨便就放一點點味 沒所謂了 這個... 瓶底已經吃完了 我們只好就放一點點 要知道... 這個... 鮑魚汁下去 哇, 好好吃 這樣就OK了 就這樣放進去 開著火就可以了 對了 先讓它煲一煲 好, 先開著火 先讓它煲一下 我們要放一點點糖 加一點鹽 加一點點 現在煲起來 就可以拿出去吃了 另外呢, 我就放了些芫茜 芫茜 稍後灑下去 辣椒 辣椒 我們是... 放些辣椒、豉油 就是一個調味料 不用太誇張 媽媽喜歡吃這個... 泰式辣醬 泰式辣醬 現在就... 不如放多一點點 因為沒有太多 那今天就已經OK了 等它煲起來再跟大家說 哇, 搞定了 已經煮好了 這個煲仔菜打火鍋 哇, 我也喜歡吃魚蛋 我女兒也喜歡吃台灣腸 哇, 兒子也喜歡吃這一類 這些蟹柳、魚蛋 這些蝦丸自己手剁的 多棒 大大粒 二十多元就搞定了 魚皮餃 胡絲 自己的蜘蛛浸了很久 待會就煮兩個新辣麵 去搞定 其實我最喜歡吃這些... 黑毛豬一錄就搞定了 天氣冷 記得要試一下這個 打火鍋的煲仔菜 多謝了 薯仔、豆腐、雞翠煲 好簡單 開了 哇, 這個 如果大家都覺得好看 請多點幫我分享給其他朋友看 多謝大家訂閱 越煮越好 燜雞 十元薯仔 三十七元 就有這煲 不是, 還有兩元這個 洋蔥墊底 三十九元 就這煲 多棒 先放些芫荽 哇, 完全不同 好香 然後再灑一下